那有的人呢就失智变聪 他边听啊就边在那里 三腔倒改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有极乐世界 这怎么会事情 这望远镜都没忘着啊 这个科学家多大天文被的 这真的有吗 这是不是迷信啊 佛所说的 佛真于者施于者 这个真理的世界 凡夫是很可怜的 就像井井之蛙一样 你跟他说大海 哎呦大海 大海有多大 大海 不过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吗 一个老龟 海里的龟 爬呀爬呀爬呀 爬到都地的一个水井 哎呀 底下一个青蛙 蛙哥在下面 蛙哥 你在这里不感觉很 天地很狭窄吗 青蛙就很生气了 呱呱呱 我这么大的地方 我一个人在这里为祖为王 多自在 哎呀你这里太小了 我这里小 那哪来大 大海很大 大海很大 大海有多大 大海有我这个水井 一半大吗 他就开始讲大话了 大海有水井一半大吗 那么那个海贵说 哎呀那不止啊 不止啊 有那么大 那有我水井那么大吗 他觉得肯定最大 大就这么大 那乌龟说哎呀那不止啊 哈 那我不相信 他不相信 我带你去看吧 然后跟跟这个乌龟一到 就往前走啊 走啊走啊 结果到大海边一看 就这个情况怎么样 当下脑袋爆炸 他没看过这么多大 这么这么多的水 这样大的海 他的心量不能够 不能接受 一下子就爆炸了 脑一血 对我们凡夫啊 你说这测度佛的智慧 说哎呀什么十万亿过头之外 什么近虚空变法 多少多少佛徒 多少多少佛 横河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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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接受 是为了保护他这个脑袋 不要脑一血 他一旦接受 啪爆炸了 没有 他就说 这凡夫的心量非常狭窄 这个 这佛的境界啊 非常的广阔广大 那我们怎么办呢 如是我们 那我们心啊 就空空荡荡 不怀任何的 这样呢 你就可以活一条小命下 所以如是我们 是我们文法的正确心态 你要文法得理 这是规则 规矩 佛说什么 你信什么 佛说有就是有 佛说无就是无 佛说能往生就能往生 而佛说能成佛就能成佛 这个叫如是我们 如是我们四个字 是从经文一开头 一致贯彻到最后的 讲到哪里就信到哪里 说到哪里就闻到哪里 都是如是如是如是 是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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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